NBA火箭队莫雷的言论引发鲜然大波 可以说在中美之间像是一场文化冲突 深层次来说是一场文明的冲突 007在上一期节目里面讲的一些观点 是站在一个文明人类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件的 我一般的不会回应野蛮的反人类的那些仇恨言论的 当然虽然在中国大陆这是很普遍的现象 我也很可怜这些人他们大部分都有认知障碍 都有偏执性的精神分裂 本期节目007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 我想回应一些观点 同时我认为中国这种文化 这种文字域的输出造就了当下这个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将来也有可能会诞生灾难性的后果 作为一个人类我们需要看清楚自己 我们到底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而不是动物 我们如果不想活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 我希望我们有一点起码的人性的底线 有一点正常人类的思维 007并不打算解救谁 我只是一个站在冤底 站在黑暗深处的一个人 具备人性的人而已 我只想像全世界说出 中国人也有具备人性的人 在古希腊的创世神话中 卡厄斯创造了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处在一片黑暗之中 一片漆黑之中 除了无尽的黑夜 就是深深的冤底 在黑夜女神和黑暗的冤底之神结合之后 他们却诞生了光明之神 首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件事情 在中国所有的言论都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这个是无需争辩的事实 不要说你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媒体也好 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也好 或者是自媒体也好 或者是你私下里面讨论 只要敏感的东西 什么达赖喇嘛呀 新疆集中营啊 这些 你能发得出来吗 你绝对说不出来的 甚至我们知道 你不给共产党唱战歌 你的言论都会受到惩罚的 比如说在国庆 这个大庆的时候 阅兵的时候 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 这个阅兵关我什么事啊 仅此而已就已经不抓去拘留了 而且他是在私人的微信的亲友之间 说了这句话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解释这一段呢 是因为在中国所谓的民意 都是由共产党操纵的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他留给你们的空间 留给我们中国人的空间 是他们刻意的 让我们来热评热议的东西 能广泛讨论的东西 肯定是他们控制的 不可能是我们自发来说的 比如说 抵制什么日货啊 抗日啊 搞游行啊 什么钓鱼岛啊 什么南海啊 什么反正抗韩国呀 这些背后都是共产党操纵的 民意 这是共产党玩了一套打戏而已 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个真相 和这个真实的东西 才能说第二回事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玩这套策略呢 在我看来还有三种目的啊 第一 它就是操纵民意嘛 故意的制造中国人的老百姓的一种民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都知道指卢为马的这个成语啊 那么怎么样指卢为马呢 它就必须得有一帮人来附和它才行 所以说它就必须得操纵一帮人来颠倒黑白 所谓的三人城府嘛 越多的人说这个话 同意你或者支持你 就显得好像声势浩大 显得真理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上一样了嘛 就造成这种舆论的环境嘛 这是第二点啊 第三点就非常的邪恶了 我们知道共产党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博士 很多他们都把老婆孩子都送到欧美的国家 送到西方的国家去学习 也是当了什么大学啊 什么博士啊 都是很高学问的 那么他们肯定不是一帮傻蛋 肯定不是一帮傻瓜 但是他为什么允许中国的老百姓 放出一些反人类野蛮仇恨 种族屠杀的这些言论出来了 他实际上是想给全世界看 给西方人类看 给美国人看 给欧洲人看 你看这帮人出来是一帮什么人 所以说必须要由我们共产党用铁腕 用残酷的统治来控制这帮野蛮的畜生 否则的话 他们到全世界来 是要危害你们自由世界的 也就是说 共产党故意制造这种反人类野蛮血腥 要什么黑 要什么给把那个香港人用机枪全部扫光 然后用原子弹把台湾炸了 然后要把那个什么留倒不留人对日本 对吧 这些言论都是共产党有意放出来的 他就给营造一种 给西方人造成一种恐惧 你看看中国是一帮什么人 中国就是一帮畜生 就是一帮野兽的世界 所以说你们必须由我们来 帮你们做屠夫 做筷子手 对中国人进行野蛮的统治 而且他们还会名正言顺的对西方人说 中国人不是人 他们不享有 不具备享有人权 他们吃饱饭就行了 王毅就这么说了 对吧 好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些留言 他说 一个外国人一边赚着中国人的钱 一边分裂国家 这个说着中国话的汉奸还在替外人说话 真是民主垃圾 你的思想灵魂不用摧残 因为天生都是残 这个言论是比较普遍的 他认为NBA是一个赚钱的 在中国来赚钱的 我是你的顾客 我是你的上帝 所以说你就不能得罪我 也就是说你来中国来赚钱 就必须来跪着赚钱 你不能站着 我们知道中国的男人都喜欢嫖娼 尤其是赚了一点钱的 东莞被称为信都 我随便简单的给你类比一下 你和一个妓女皮肉的交易 请问是不是顾客 请问是不是做生意 当你干了一次或者干了一晚上 你体力好了 之后请问这个妓女和你还有关系吗 她出卖的是一次或者是一晚上的劳动 对吧 难道她要将灵魂都卖给你吗 当然这个例子比较粗俗啊 我再说一个比较简单的啊 如果你是一个商人 卖鞋子的商人 你卖一双鞋子 你卖很多鞋子 给非洲的一个私人族的部落 他是不是你的顾客 是不是你的上帝 那么你会不会接受他吃人的这个现实 你可不可以批评吃人是不对的 还有的人给我留言啊 我再读一个啊 他说你在欧美可不可以发表清纳粹的言论 可不可以发表3K的言论 支持所谓的西方价值就是言论自由 支持国家统一就是义和团 我看你是纳粹逻辑 首先墨雷说的是什么话 你们看了吗 你们看得懂吗 墨雷是写的 支持香港人民自由 什么叫纳粹 什么叫3K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啊 我先说纳粹啊 纳粹是进行国家进行种族大屠杀的一个代言词 请问香港老百姓有大屠杀吗 他们是政府吗 可以组织大屠杀的 当然是有权力有枪的人吗 香港人拿着雨伞的 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权力 为了他们的人权 为了他们的自由的权力 你将这个来等头 你这个不就是真正的颠倒黑白紫楼为马吗 据我所知 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跟纳粹划等号的就是中国政府 目前越来越有这个趋势了 而且纳粹是被西方国家立法规定 立法的写在法律条文不可以宣扬的 请问你敢把香港人的抗争 自由抗争写进法律吗 写进不允许 你把它给纳粹写等号吗 你敢吗 你中国共产党也好 你香港的法律也好 有哪一条有这样的规定 习近平说的依法治国 对吧 有没有法律依据啊 这个世界上唯一 和可以和纳粹现在相提并论就是共产党 在东欧国家 我们知道 很多国家是禁止共产主义的传播的 而且是立了法的 包括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你这段留言呢 就是标准的颠倒黑白指如为马 不过我觉得跟我留言的人呢 水平真的不是很高啊 比如说这个说的 以你们美国组织所谓的自由理论来说 你有发表你言论自由的自由 我们也有抵制你们的自由 不要搞双重标准 你们自由发言可以 我们市场 我们也有决定 谁进入的自由 这个人的这段发言 就是中国的一种 中国式的逻辑 我们知道中国加入WTO 加入世界官贸总协定之后呢 就是加入了整个世界的一个正常的经济次序 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执行这种规则呢 为什么不履行所有的约定呢 就是因为这种理论 他认为呢 你要在中国来卖 做生意也好 你就必须接受我们的要求 必须接受我们的 你要不仅卖商品给我 你们的灵魂都要卖给我们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你叫妓女啊 你那个妓女不是卖生给你了 是要把灵魂卖给你了 你想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做生意的吗 就相当于是一个非洲的食人族 你要别人卖鞋子给你 要求别人也一样给你吃人 这种逻辑有多荒谬 虽然西方人对中国是很宽容的 比如说西方的什么网络媒体啊 都在中国大陆 不能进来 他们也就算了 他们的银行啊 他们的很多产业 石油啊 通讯啊 他们不能来 他们也就算了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华为在全世界在开的 我们的工商银行 私大银行都到美国去上市的 对吗 任何一个协议是双方对等的 自由贸易的核心是对等的 你以为你还是天朝 还是上邦 还是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 所以说这种中国式的逻辑 我真的我没办法批评他们 我也不知道怎么批评他们 我只能这么解释一下吧 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呢 总体水平比较低下啊 除了骂大街 就是一些颠倒黑白紫芦威马的 比如说我来念一个这个啊 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员工 本身就不应该公开发布自己的政治意见 如果你在公共平台上发布了政治意见 那么就默认你就代表俱乐部 代表NBA 也代表你的证件是一样的 这明显是错误的 快船队的老板 在私下里发表针对黑人的意见 就已经被NBA逼迫 卖掉球队 更何况是莫雷这种 在公众平台上发表政治意见了 其实我很多视频里面已经说过了 什么叫政治 孙中山说众人之事为政治也 所谓的运动就是运动 体育就是体育 让政治走开 不要政治啊 不谈政治啊 很多中国人 中国政府啊 在中国政府的这种诱导之下啊 引导之下啊 中国人一般的都不敢谈政治 也不会谈政治 一提到政治就视同洪水猛兽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一说到政治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的血腥的斗争了 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政治 根本就不懂我们生活中的我们人类作为一种群居的生物啊 每一刻每一分都离不开政治 不是你不想关心政治 而是政治牢牢的 掌控着我们的生活着每一个方面 一个鸵鸟将自己的头埋在沙堆里面 就认为这个世界不复存在了吗 这就是自欺欺人 这是我们中国式的害怕恐惧落弱 之下产生的这种结果啊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离不开政治的 体育活动是肯定也不例外的 而且每一个人有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否则的话 你看为什么要组建国家队去参加体育比赛呢 国家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政治 对吧 那么你直接组族群去就行了吗 你干嘛要组国家呢 国家就是政治啊 你有国家队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升国旗啊 那些不是政治吗 这是政治啊 他还说了一个概念是什么 他还说了一个概念是 快船队的老板私底下发表了一些针对黑人的言论 然后就被卖掉那个球队了 这个在我的留言之下 比较多的引用啊 算是一个混淆视听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啊 我想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来说言论自由啊 有没有底线 言论自由当然是有底线的啊 在现代的人类社会中 比如说纳粹啊 共产主义啊 这些ISIS啊 这些几乎都是一种魔鬼 或者是屠杀 种族大屠杀的代名词啊 这些呢是算是人类一些共识啊 所以说这个底线呢 必须是有一个共识的才能称之为底线 比如说像种族歧视啊 人人平等啊 这些属于整个人类价值观 这是所有人类都接受的 当然可能有小部分人不接受 比如说中国人不接受啊 但是你在中国人在七十亿地球人面前 你也不是大多数人 对吧 你只能说是你的特色吧 我们可以这样说 那么你不接受的就代表全是人类不接受嘛 所以说这个底线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普世价值 人人平等啊 不要种族歧视啊 不要分民族 不要分种族啊 这些是正常人类文明的底线 那么快船老板为什么会被 为什么会被批评批判 甚至让他卖掉球队呢 是因为他触碰了人类文明的底线 那么你的底线是 我吃饭必须不放葱 这个叫人类的底线吗 人家可不可以吃葱啊 人家在那个菜里面可不可以放葱啊 正如你要吃人 你是非洲食人厨的酋长 你要吃人肉 人家可不可以说你吃人是不对的 吃人是你的底线啊 人家就触碰你的底线 人家就不吃人 难道错了吗 我们中国人的底线是什么 我们中国人的底线是否和人类的底线有巨大的差异 我们所信奉的那些底线是否反人类反文明 请问 首先我们是一个人类 然后你才是中国人 如果我们中国人大部分这种言论连一个人性基本的东西都遵守不了的话 连基本人类的底线都没有的话 你的所谓的中国式的标准 能凌驾于人类的标准之上吗 换一个角度来看 正常的人类会把我们看作一帮什么人 一帮没有人性 没有人类底线的人 可以称之为人吗 我说过一个笑话 国际社会把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家定义为发展中国家 我觉得非常的滑稽 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来说 这个世界上有发展完成的国家吗 有吗 哪一个国家敢说自己已经发展完了 人类在不停的向前走 对吗 每一个国家都在发展中的 那么为什么要给中国这样的国家定义个什么 发展中 我觉得西方人虽然说表面在照顾你 你的现在钱还不多 经济还不够好 所以说你们叫发展中 但是他的内心的前台之说 作为人类啊 作为现在的正常人类啊 你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人类 还没有发展成为人类发展中的一种生物 仅此而已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再见